大家好我是无锡小强 就依旧会收到很多新朋友的私信 就是问我说小强 能不能开车到你那边现场去买龟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视频 讲过不止一次了 有两种人他会拒绝让你上门看龟 第一种就是那种纯片钱的 就你一付钱他就把你卫星拉黑了 他让你上门干嘛上门揍他吗 你觉得可能吗 第二种就是二级代理商 就是有些商家你看着他朋友 觉得一堆的照片视频 那根本一个都不是他的 全是上级公共放给他的照片视频 那我倒不是说二级代理商有问题 我是觉得你如果买个LVR爱马仕 找个代购OK那没问题 但如果买龟这种活体 你尽量是在养之后 他自己养之这个龟 他很清楚这个龟的健康与否 你找他买他是靠谱的 二级代理商最大的问题是 不出问题还好 出了问题他就各种扯皮 什么龟不是我的呀 我只是个代卖的 讲的废话嘛 你钱怎么要收的呢 你收了钱不担责怎么行呢 所以二级代理商他手上一个龟都没有 他难道让你上门看空气吗 所以换了我这儿 我非常欢迎大家上门来看看 因为我如果是发快递的话 我是要担着风险的 按照行业规矩确实应该是说 如果归在快递过程中死亡 我应该作为卖家 应该把钱全部退还给你 这是规矩 所以我真的巴不得 全国各地每一位买安员的朋友 都开车来呢 所以就是说 如果哪个商家他拒绝让你上门看归 我倒不是说他一定就是骗子 但是这个人有问题 这逻辑上说不通 对吧 换了我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大家上门来 对不对 所以真的欢迎大家现场来看看好吧 归的状态和力量